實惠啟動九龍東計劃 觀塘一帶的商業區仍然危險擴大 以鄰近由透角的一段海濱道和洪土道為例 雙營雙限越來越多 玻璃幕牆 停車牆 富現代感的滋梯大堂都是基本配備 當中海濱道幾番商業地竟然前開展發展 而且普遍有帶業主持有業權相對陣中 靠近後放棄站在這裏面 其實沿著海濱這邊是最多新型的工廠大廈 或者社稚林大廈 很多都是政府地皮照標賣 又被發展商整個地盤買了 以往在海濱都有一些是舊式的貨倉大廈 或者是舊的工業大廈 亦都有發展商整棟收購在拆射重片 而海景最美的就是海濱道 加上近幾年有些大發展商傳動的運業 都是被一些大業的公司 和普遍公司的城堂賣了 整個質素配套起來就很美 所以整個海濱道 很多人的營養位 都在寬康新的一個監禁 即是集中地 隨著海濱道發展 住住區內的租學都有變化 除了金融和工業